继续来关注缅甸政变后的最新奸展 缅甸民众星期天再度在全国范围发动大规模集会 其中在最大城市仰光 缅甸军警又滥用闪光弹 催泪弹驱散街头的示威民众 今天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 不过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政变爆发以来 至少有50人被军警残忍杀害 当地媒体报道 军警人员连日来漏夜突袭 民运领袖的住家捉人 再次激起民间部分继续上街示威 曼德勒星期天就有几万人上街表达诉求 要求军方立刻下台 缅甸军方2月1号逮捕民选领袖昂山素季 以及总理后 缅甸局势陷入动荡 民众几乎每天都上街游行抗争 企业也发动罢工潮 民间采取不合作运动 缅甸全国上下已经陷入行政瘫痪 虽说国际社会连日来都谴责缅甸军方的暴行 但是军方丝毫不退让 有恃无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